最近听说穿测衣服要被拘留罚款了 这几天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罚草案引发热议了 群立来逛一逛 上这个公园溜达溜达 这是个街心花园 这啥玩意儿 小鹿 小草 群立这边环境就是不错 然后花园特别多 这是其中的一个 这东北人就生猛 看看 他台猪呢 骑马的 这杀鹿 这是个鹿 这干啥呢 这堕腿 拿着排骨 这是要整杀猪菜吗 这不 这一家多少口 看这手里都是排骨 搬猪肉拌子 这是 这是秋山维列 据史料记载 春水秋水 是金国两项重大的军民联谊活动 秋山围猎是以狩猎为主 金史中就有金太祖完颜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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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堆 包围猎杀猎物 打到猎物后 剥皮割肉 火烤水煮 军民同时 并供奉祭坛祭祀祖先 族中不分男女老幼 均分皮肉 体现了金民族团结和谐的精神面貌 是一项体现民族精神的社会活动 也是一项民俗娱乐活动 这是树猎场 这是金人 这边骑马射箭 有猎狗 有小鹿 这边就在那宰 宰完了以后 就 剁成排骨了 这边还有 这边骑马射箭 这是个妹子 长发飘飘 还玩鹰 我看这个是不是斗地主 这不是斗地主 这是下棋 这是哪位大汗 牛头 羊头 猪头 在这祭祀 我记得这是哪位 这是金国的什么国王 还是大汗 这是一大圈 跟这些大汗们合个眼吧 我这有信仰的人 看这有点残忍 一圈都是屌服 这晚上来估计气氛挺好吧 晚上绝对是别有一番情趣 那边像是屠宰的 我就不跟他们合影了 我跟他们来个合影吧 我跟他们来个合影吧 哎呀 跟这些大爷大叔们 一起斗个地主下个棋吧 开心呐 最近听说穿错衣服 要被拘留罚款了 这几天 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 修订法草案引发热议了 草案第34条 第二项规定 在公共场所或者强制他人 在公共场所穿着 配戴有损中华民族精神 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服饰 标志的 第三项 制作传播宣扬散布 有损中华民族精神 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物品 或者言论的 这些行为会被处以 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或者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现在社交媒体上好多律师 都在社交平台上发生了 清华刑法学教授劳东燕提出 建议删除这两条规定 而且很多律师们指出草案里的 有损中华民族精神 伤害中华民族感情 是模糊的概念 会造成处罚标准模糊 会导致选择性执法 可能会引起极端主义 情绪蔓延 还会激发警民矛盾等等 用法律管理个人的日常穿着 存在过度干预 穿衣戴帽是道德范畴 而不应该上升到法律层面 他们苦口婆心的劝大家去网站提建议 毕竟现在是个草案修订阶段 大家都可以去提意见是吧 说实话既然已经出台了草案 势必是要通过的 最多是出一个细化的规则 但多一个人敢于提出反对意见 那就代表我们认知的进步不是吗 当然管理处罚法 是离我们老百姓最近的基本法之一 我感觉如果管我们穿衣戴帽 这法离我们就更近了 你敢说你能不踩雷吗 我之前做过一个视频 寻心姿势是个框 不要啥都往里装 这个框还在好吗 又来一个框 苏州女孩的事大家还都记着吧 被扣上了寻心姿势的罪名 后来又登门道歉 很多人都指责慢骂这个女孩 当时就有网友说 穿和服有什么错 和服起源于汉服 不应该抵制 那到底谁来界定什么服装和标志 是不损害民族精神 和伤害民族感情的呢 这意味着执法者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到底根据啥让执法者判断 你是不是穿错衣服了 要不要拘留罚款呢 有可能穿同样的衣服 在这个城市就不是个事 在另一个城市那就不行 或者是某一个特定的日子 今天不行 可能明天就行 如果这两条没有细化的法条 没有规定啥能穿啥不能穿 那就只能凭着执法者个人的主观判断 你是不是违法了 感觉之后很快就能出现感情警察了 现在脑补幻想下未来是个什么景象啊 在大街上感情警察在巡逻 如果你看到谁穿的衣服不顺眼 是不是就可以报警 说那人伤害了我的民族感情 必须拘留他 原然不顾对方的感受 那是否被你举告这个人 跟你一样也是一个生活困苦的人 大家却为了因为一个新法条的出现 普通人之间互相伤害 而且这种伤害还损人不利己 你懂的 咱们普通人无外乎就关注四件事 衣食住行 现在穿衣服的小心衣了 那以后穿西装中衫装牛仔裤衬衫 是不是也都伤害感情 以后是不是吃饭也都可能被限制 比如说不能吃日料韩餐汉堡 不能吃进口食品 不能用日本的电子产品 不能使用二维码支付 甚至不能开进口车 不能使苹果手机 那漫画展cosplay啥的 是不是也可以取消了 你这么一想 是不是以后就乱套了 本来钱难赚生活难过 生活品质在不断的下降 还要为这些事劳心费神 真不知道以后 还能出现啥奇葩事 我还担心一件事 本来国人外语水平就不高 你买的衣服上有你不认识的外文 你还不懂啥意思 你随时有可能都因此被别人举报 伤害感情 踩上这条红线 会被拘留或者罚款 我就有这样一件衣服 大家帮我看看这是啥意思 以后到底还能不能穿出去了 至少我的英文水平 我是没太看明白 我还特意问了我那位主播的朋友 我说直播间是不是也算公共场合 以后要立法了 我说你穿衣服得注意点吧 别穿太少了 他说那不行那我就光着 我说那光着也不行 光着算寻心自事啊 也违法 最后再说一下 咱中国有56个民族 有55个少数民族 里面有俄罗斯族 乌兹比克族 这些算外来的吧 这些少数民族服侍 是不是也要追根溯源 也要适用这个法条 会不会伤害他们的民族感情 反过来说 我们汉族人吃猪肉 是不是也伤害了回族朋友的民族感情呢 大国就应该有大国的风范和情怀 我们中国老百姓也是一样 如果自己挺不起来 谁能看得起我们 这些年看的太多的人 吵着被伤害了感情 我想说 如果你身体里跳动的是一颗玻璃形 那以后无论发生什么 你都会脆弱的不堪一击 大国人民就应该大气对吧 朋友们 这两个法条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呢 欢迎你们评论区留下观点 我是陈震 感谢你看到这里 如果喜欢陈震的视频 记着点赞关注评论和转发 我找个地儿歇一会儿 今天还是很热 拜拜